大家好 我是新衣陳怡琪 歡迎來到今天的怡伺政經法 今天是2020年11月18日 請大家一起來分析國際局勢 用基金的觀點帶你來看世界 他分享今天的新聞分析之前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以後我們的怡伺政經法 會挑戰到每個星期三晚上來上線播出喔 也請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旁邊這個小鈴鐺叮噹 並且分享給見到很多朋友來了解 這禮拜要跟大家說美國代算的10月驚奇 因為緣登到11月驚奇 美國總統到底是什麼人勝出的爭議 有一個觀點比較少人去拿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這個比伏略的角度 今天你們的分享 基本上比較比較知識性比較深入一點 如果一道沒辦法理解更上的位 麻煩我們這裡的觀眾朋友請你繼續觀看第二禮拜 我會盡量用深入減出的方式和大家的睡眠分享喔 美國這項總統代算的 究竟白宮寶座的主人 到底是什麼人 他目前就是牽涉到 這項選舉到底是不是公平的選舉 是不是有作票呢 另外目前所有的作票 以及牽涉到投票和開票的過程 以及投票過程來說 比如說郵寄的選票是不是有可能出現到 畢端到底有翁省的人 從觀察裡面買到投票嗎 規模搭不搭呢 以及開票過程當中有計票員 互聯算票嗎 電腦的算票有問題嗎 有正常的這個減票嗎 正常的這些問題 可以說都是這道投票開票 有正義的這個地方 當然現在是拜登陣營主流 比如挺拜登的這個媒體 以及拜登的支持者說 絕對沒有作票 因為美國的這個民主制度 應該對他要有信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川普的陣營 跟他的支持者認為說 選舉作票去給他投票 這道代算的結果 不論如何呢 這項選舉已經讓我原本 應該是一項公平競爭的 遊戲規則的過程 不論最後的結果如何 總統已經令人刪成這個議論 我認為這個所有的公平規則 而且利用公平規則 來處理到 之前的政動性 它的原因叫 legitimacy 並且比台東所謂的人來接受 這件事其實是更加重要 這其實是比最后到底是 什麼人 拜登還是川普 繼續來打一個白宮裡面 其實是更加重要 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聽過 美國例外論文 它的英語叫做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其實呢 這個名字最早 開始提出的是一個 德國的學者 他一句 控龍尼出版一本書 德國的得意的書 叫做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 這本書 後來呢 他翻譯成各國的這個議員 這個學者 叫做 桑巴特就對了 桑巴特 他這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來說 為什麼 歐洲有濃厚的這個 社會主義的思潮 跟著性格 但是 歐洲這種對社會主義 對球的心思 以美國親像 就好像沒辦法來生金 美國比較沒有這個現象 後來呢 這個桑巴特 桑巴特 他提出的問題意識 形成到 美國例外論的討論核心 到了1970年的時候 美國就有學者 針對美國的例外論 拿出一種看法 這個看法就是說 美國它為什麼 跟歐洲生態不一樣 對社會主義的對球 那麼沒有熱心 其實就是 因為 到底有方言主義 沒有方言主義很重要 沒有方言主義的前提 就沒有社會主義的 這種改善方式 到1990年代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 很出名的政治學家 他叫 Sam.Martin Lipser 李普塞 這一步 他發展非常看法 他認為 後來這位社會主義的書條 跟運動就是 他過去 風景社會 所為留的 不公正的基礎上面 去追求一種 公正的心情和科路 用我自己的議員來說 簡單 這一步來說明 希望這樣解釋 所以有助於大家對這件事的理解 有助於大家對這件事的理解 另外一個議員叫做fairness 就是fair 或是叫做unfair 公平 沒有公平 用我自己的改善 你不可以 他對美國例外論 相關的討論的啟發 經過這個就是justice 美國是fairness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呢 歐洲的公正 就是 類似到 結果上的公平 美國社會這個公正的概念 就是類似 旗袍點 立足點的公平 為何歐洲跟美國有如此不一樣的觀點呢 因為呢 他自本主義當立法 開始 為歐洲要來出事 發展進行 其實他真心就是一個 旧的風景社會 在這個歐洲大陸裡面 這個風景社會當中呢 貴族和地主 可以說是統治階級 但是 雖然自本主義當立法 慢慢的發展 他就來慢慢的摧毀到 旧的風景社會 貴族和地主呢 他們就 在這個自本主義當立法的過程裡面 做一個 華麗的轉身 變成自本主義社會當中的 自本改革不少日 風景社會當中的 電農 還是農奴 雖然變成自本主義社會裡面的 自由勒工 但是呢 他們既然 自由到一無所有 剩下 身上的勞動力 可以去販賣 所以 農奴 電農 他們就在這個自本主義專業當中 變成自本主義社會裡面的 無散改革 勞動者 就是我們台語所說的 新勞 原來講的叫 無散改革 還是 普羅階級 所以呢 過去 風景社會 跟地主 在自本主義社會裡面 都要變成自本家 過去 風景社會 電農 跟農奴 在自本主義社會裡面都要變成 無散 勞動改革 但是 美國不一樣喔 現代美國的出現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一六二空年九月十六號 有一群這個青教徒 他們呢 乘著五月花號呢 麥布朗爾 為英國的德文郡的港灣都市 福利茅斯 他們來啟程 奧殖民地 美國去就對了 他們這群收到 忠告撲開的青教徒的農民 他們在著名的五月花公約裡面 他們其實體現了一種 平定的公約 要來創立公民社群團體的原則 裡面就提供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 起點平等的原則 他這個五月花公約呢 用一個寫實的白畫文來說 就是說 青教徒他們抵達美洲大陸的時候 那一塊大陸上面 除了廣冒的土地 還有一些動物 野生動物以及分散各地的印第安人之外 基本上不像歐洲大陸 他們有一個不公平的制度遺產 還是說封建遺產的這些遺留 所以拓荒的美國人 一匹馬一條繩子 咻咻咻 土地可以圈頭大 土地就是去努力開拓的人所擁有 所以美國 他跟歐洲就很不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在意地 不公平的前提之下 他們想要把人抬高 墊高 這就是所謂的justice 美國在意的是一個 遊戲規則 競技場地的公平原則 就是 競爭原則的公平 就是我們的 其實點的公平 所以歐洲十九世紀的市場競爭 就是以專制政治之下來進行 歐洲的江南改革的政黨 就是以政出江南選舉民主的 道政過程當中來行政 但是美國不是喔 美國的江南 很早就擁有了選舉投票的權利 畢竟這種投票的權利 其實就是一種公平的遊戲規則 就是起跑點平等的觀念 在裡面 分析到這裡 我想要說的是 公平的遊戲規則 還是起跑點的平等 其實是美國之所以為美國 美國跟歐洲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不是例外論 可能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精神 選舉的競爭其實就是一種 公平的遊戲規則 透過公平的遊戲規則 讓參與遊戲的人 大家按照公平的規則 來決定勝負 輸贏 不幸的事情是 這次美國投票的過程 以及開票的過程 價票的過程 這全部應該是 理論上是 公平的競爭的一個環節 似乎在這次選舉裡面 受到非常大的無信任 這種無信任 其實比起選舉結果 本身更加令人憂心 另外 民主社會第四款就是媒體 它本身是 民主運作好不好的 一個很強的鑿骨 這次美國主流媒體第四款 其實可以說 偏頗偏壇 偏愛的不公平情形 有夠嚴重的 選舉過去 之後原本應該是有 公信力言媒體第四權 也崩壞成這樣 這表示 川普陣營跟拜登陣營 其實在這個選舉裡面 大家也認為 選舉過程裡面的 所謂的武器不對等 如果公平平等的遊戲規則 本身 它都失去了公信力 人民不再信任的為 美國的民主 還會就是 原本那種 非常特殊 任人形成的民主 我不是美國人 我沒有美國的代表權 但是 在這道美國總統代算的十月驚奇 延長到十月驚奇 選舉過程 充滿到少人廢解的情形 從我看來 這不是美國選舉勝負的問題 這已經是美國情形當中 原本有一種內建 類似於五月花公約裡面的 這個情形公平觀 起點的平等 這個公平遊戲規則 並且利用這一套 大家共同純粹的規則約定 如今已經失去了公信力 這樣美國以這套的選舉之後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 這實在是 人人非常的優心 如何用 經過嚴格的態度 來檢驗這套的選舉 讓人民對公平遊戲規則 可以來恢復信心 其實是萬求到美國情形 很重要的方式 但他目前已經 黨派化到 施新峰的主流媒體 還有一些社群媒體 社交媒體的 施新峰的作為 政治廝殺到 這個地步的狀況 一邊認為有選舉的瑕疵 一邊認為選舉絕對不可能做拼 面對這種高度分裂的美國 我看不論結果如何 美國真的已經回不到 過去的美國了 美利堅 別為我哭泣啦 今天就夠吃 後禮拜一樣 會讓你最愛新的國際情勢 非常歡迎大家 底下來留言跟我說 你想要知道 什麼樣的國際議題 還是對今天的議題 有什麼樣的感受 也歡迎老伯 一時真真伯 以後都跟 每個禮拜三的 晚上十九點 來準時相見喔 不要忘記 拜託一下 我們的訂閱數 都不會成長 任何人有這個頻道 請不要忘記 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很多的朋友 下次見 拜拜